女人哭着扯下围巾 举起双手 把头拿了下来 她竟然是个可乐怪兽 就在刚刚 小帅沮丧地回到家 妈妈问她怎么了 同学们都笑我是捡来的 随后放下书包 脱掉衣服 趴到了桌子上 窝了个乖乖 她的背上竟然长了四个杯子 妈妈见状 哭得非常伤心 只好告诉她真相 手一用力扯掉围巾 脖子上出现一道伤口 随后把头拿了下来 往杯子里放了几颗冰块后 慢慢拧开盖子 低下头 把可乐倒了进去 原来她们一家都不是普通人 姐姐伸出胳膊 撸起袖子 抓住手臂用力一拧 紧接着向外一拽 就露出一瓶可乐 哥哥健壮也紧随其后 摘下墨镜 露出深邃的眼睛 其他两人也摘下眼镜 然后低下头 对准杯子 手轻轻一按 就稀里哗啦掉下无数冰块 随后往前走了几步 拔出可乐 倒进杯子里 顿时冒出无数气泡 几人美美的喝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这是被上帝遗忘的男孩 从八岁到六十岁 一直躲在窗帘后面 只因他有一个坑儿子的爹 这天老爸心血来潮 想跟儿子玩捉迷藏 可他刚藏起来 老爸就接了个电话 下一秒 就把儿子望得一干二净 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起来 眨眼间十年过去了 直到他搬走 都没想起还有个儿子 紧接着迎来第二任主人 二哈闻到气味 不停的狂吠 可两人根本没有察觉 真幸运 这窗帘后面没有孩子 随后是下一个主人 可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愣是没人发现他 时间一晃 六十年过去了 房子已经荒废 偶尔会有几个乞丐过来取暖 杀人越货的事也时有发生 不过无一例外 谁都没有发现窗帘后有人 最终房子被推倒 吓得他大吼一声 即便这样 他依旧躲在窗帘后不肯出来 身上还穿着小时候的衣服 男孩的一生就这样虚度过去 因为他有一个坑儿子的爹 你说他可不可怜 汽车刚停好位置 竟然凭空消失了 女人刷碗时 碗也不见了 三个相同的球放成一排 也会神秘失踪 最诡异的是 穿相同衣服的人撞到一起 也不能幸免于难 专家把这种现象叫做三消 只要相同颜色 形状 特征的东西 放到一起就会消失 这个学校正在开运动会 可解散时 三个同学碰到一起 他们就没了 顿时现场乱成一锅粥 幸好校长脑子好使 让大家上学时不要穿校服 这时报道漫天飞 人们都非常害怕 甚至连握手都不敢 三胞胎看到新闻后 急忙往旁边挪了挪 怕靠得太近 这个孩子非常调皮 把相同颜色的水果放到一起 见老板追来 赶紧跑了出去 最糟糕的是 网站全部瘫痪 因为根本不能同时输入三个W 不过也有例外 小伙把手机放到一起 手机却没有消失 原来他买的是山寨版 犯罪分子绑了三个人 还穿上相同的衣服 然后把他们推到一起 可几人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上帝在玩消消乐 这一关没有闯过去 随后他又开始了第二局 三人正在庆祝时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这算不算乐极生悲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去超市买鸡蛋 买几个才不会消失呢 女孩摘下头上的纱布 竟然露出第三只眼睛 这是传说中的天眼吗 男人还在惊讶时 女孩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我 下一秒 他就被小帅搂在怀里 女孩非常激动 三只眼睛都流出了泪水 因为小帅根本不在乎这些 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小帅的脖子上有第三张嘴 正咔咔吃着微化饼干 突然女孩抬起头 说这是什么声音 小帅急忙把他搂到怀里 因为他不想跟女孩分享饼干 随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突然女孩又推开小帅 说又听到声音了 不过又被搪塞过去 就在刚刚 小帅想吃微化饼干 正在这时 女孩走了进来 他急忙把饼干藏到身后 放到脖子上的嘴里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画面一转 这个女孩吃了口饼干 没想到一个小伙儿凑了上来 一点点往前挪 把女孩挤到墙上 他非常害怕 眼珠不停地转动 随后男孩张开嘴 想要吃饼干 下一秒 女孩眼中放出金光 把小火弹飞出去 人可以动 饼干不能碰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这个男人挺着大肚子 原来他已经怀胎十月 马上要生了 坐公交车时 80岁的老奶奶看到他 都要给他浪坐 这待遇一般人享受不了 为了能顺利生产 他每天都配合妻子 积极锻炼 不过怀孕的人特别能吃 他尤其喜欢冰激凌 被妻子发现时 赶紧往嘴里塞几口 晚上看电视时 看到感人的画面 就会哭得稀里哗啦 睡觉时 妻子还会给肚皮按摩 让宝宝舒服些 眼看离预产期越来越近 他们还去逛商场 突然老公肚子疼 两人急忙向医院跑去 妻子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突然门被推开 老公走了出来 定睛一看 肚子竟然不见了 身材苗条了好多 可孩子非常调皮 一不留神 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原来去旁边玩土了 身上每天都是脏兮兮的 男人生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男人能生孩子 那孩子会从哪里出来呢 女人一抬头 看到一条长长的手臂 顿时吓得一声尖叫 正当小美愣神时 门被打开 还让她过去 小美顿时露出一口大白牙 原来她刚才在捣蒜 突然发现蒜没了 只好找邻居借 还有好的敲了敲门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小美还在抱怨 突然邻居打开门 叫她过去 还非常热情 说她也没有蒜 随后打开了电脑 上面有一个神奇的网站 能买到任何需要的东西 她想给小美注册个账号 却被一把抓住手臂 小美怕信息泄露 想要自己注册 而里面的东西还很便宜 两个橘子只要3.5刀 正当他们高兴时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抬头一看 居然是包大人来了 她想买美白霜 没想到上面还真有 包大人兴奋的哈哈大笑 终于可以变成小白脸了 看得两人直咧嘴 随后包大人一转身 说还要买点巧克力 这个跟她非常搭 这时冰箱门突然打开 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让她赶紧买点东西 两人急忙下单 之后在家等着就行 十分钟后 快递小哥上门送货 可看到这么长的手臂 吓得她转身就跑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敢娶回家当老婆吗 国王非常热 可宫女还不紧不慢地扇着风扇 开到最大档 太监急忙照办 速度果然快了很多 突然宫女停了下来 嘴里喷出白烟 随后她就被抬了出去 可国王还是觉得热 问国师怎么办 还是他有办法 按了下旁边的电风扇 下一秒 国王就被吹飞了 大臣都是一脸的蒙圈 而国王被吹到沙漠里 还生了个儿子 他们在沙漠上玩耍 可跑了几圈后 浑身都是汗 两人拼命用手扇风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正在这时 一台风扇从天而降 还有矮中高三个型号 可没电源能用吗 带着疑问 按下开关 顿时刮来一股凉风 没想到孩子被吹跑了 这风也太大了吧 餐馆里人们正在吃饭 可越吃越热 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连厨师也非常暴躁 这时他们打开风扇 立马吹出一股凉风 面条飘了起来 头发都被吹飞了 人们动得瑟瑟发抖 这风力也太大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男人钻到桌子底下 拔掉电源 瞬间服务器全部瘫痪 游戏突然中断 上面的应用都被删除 男孩还一脸懵圈 手机突然没了信号 人们没法正常聊天 健身器械停止工作 小米手环也坏了 老妈正在视频聊天 也没逃脱被删除的命运 导航也坏了 汽车不知道往哪开 于是横冲直撞起来 幸好这家人开的是老爷车 突然他们张大了嘴巴 随后就从汽车上飞了出去 交通瞬间瘫痪 这时一辆油罐车驶来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害怕的人们都逃到避难所 这里仿佛回到三百年前 还有人在卖不用电的光盘 女人拿着两张照片 到处寻找孩子 老人举了个牌子 想要找妈妈 交警站在车顶 拿着喇叭指挥交通 小哥用夜壶锻炼臂力 马车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原来今天一个小伙儿录职 负责看管服务器 他上来就戴上耳机 听起了音乐 随后拿出招财流水百件 可这玩意儿是用电的 于是趴到桌子下面 拔掉了电源 下一秒 服务器全部死机了 电子设备收不到信号 都不能用了 所以服务器非常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小伙儿能发财吗 女孩拼命奔跑 突然肚子倒了下来 差点砸到他 随后撞破魔法球 可一抬头 眼睛竟然变成蓝色 他不慌不忙 拧了下双截棍 瞬间就变成一把长毛 上面刻满了符纹 他握紧长毛 猛的一转身 随后扔了出去 长毛快速前进 眨眼间刺穿怪兽身躯 女孩急忙顺移过去 接住了长毛 然而怪兽还没死 又追了过来 就在刚刚 小美穿越到一个神秘空间 里面有一所金字塔 两头狮子负责开门 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发现里面有点黑 急忙点燃火把 定睛望去 前面出现一个水晶头骨 他走到近前 想拿过来看看 可接触的一瞬间 头骨就消失不见了 旁边还出现一头怪兽 他转身就跑 怪兽一声大吼 快速追了出来 不过小美练过马拉松 速度那是相当快 怪兽根本追不上他 奔跑途中 还不忘吸收金币 增加能量 他躲过一条巨蛇的袭击 穿过残破的宫殿 越过蓝路的巨蝎 越过熊熊燃烧的大火 终于来到尽头 吸收魔法球能量后 眼睛变成蓝色 随后扔出长毛 贯穿了怪兽身体 可怪兽并没有死 又追了过来 他打开时光门 快速逃了进去 随后出现在另一片空间 就当他以为没事时 怪兽跑了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吗